只要涉及廢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對於鄭文燦是要追殺到底 今天要追究一個七年前的案子 而不但是用貪污自罪條例 更可怕的是 我要直接幫你收壓借鉛 此案竟然可以變成活案 活案之後可以變成如此順暢 一開始在六號的時候 你看到鄭文燦出來的時候 還滿臉笑容 可是今天 他就笑不出來了 他一定沒有想到 檢方會這麼積極的提抗告 地檢署如果真的要硬弄下去的話 他最後可以起底是 最後搞不好提五渡五關 就想把鄭文燦給關起來 我們看到鄭文燦 因為七年前的一個案子 涉及了貪圖 我們看到了在台南 非常有力的地方人士林士傑 居然身重速強而死亡 這麼重大的事情 我們看到我們的行政院長 他今天宣誓了 他接下來要有個大掃黑 但是這個大掃黑 難道只是因為鄭文燦 只是因為林士傑嗎 沒有 其實本來我就要進行一個掃黑 而且這個掃黑的名目是甚麼 掃黑的名目叫做 綠能掃黑素灘專案 這個綠能掃黑素灘專案 早就已經成立 成立了以後 這些我們看到的檢查總長 這些高層的檢調單位 都已經密集在開會 開會了以後就沒有想到 其實他的第一刀 凱向誰 他的第一刀就是凱向的鄭文燦 這樣給我們去講說 在賴清德總統去參加一個 私人的活動 他居然可以被賭賣 賭賣了以後 他講了一些話 現在我們要解讀 接下來賴清德會做甚麼事情 而這個擴散的效應會有多大 要好好的解讀 因為看起來他的講話非常的平淡 但自治足跡 充滿殺氣 不分黨派 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廢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誤網誤眾 打炸掃黑素灘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回應人民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剛剛聽到 賴清德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還沒有感覺到 那種疏殺的味道 那你就看到了 整個桃園地檢署 甚至你就看到 整個高檢單位 對於鄭文燦 但是要追殺到底 不但是說 我今天要追究一個七年前的案子 而不但是用貪污自罪條例 所謂的 不違背持物的這個案子 我要把你告你 是貪過那些七年以上的重罪 更可怕的是 我要直接把你收押借鉴 我要把你收押借鉴 就是 我要把你給摧毀殆盡 那你這個東西 還覺得恐怖嗎沒有 如果你在把這件事情 對比賴清德講話 講得很清楚 不分黨派 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代表我已經把你定掉 這就是涉及非法 檢調都要查辦 查辦剛剛講的 現在是要打仗 掃黑樹灘 打仗掃黑樹灘以後 居然來早就有一個 綠能掃黑樹灘專案 你說綠能掃黑樹灘專案 早就已經成立了 成立了以後 現在的法務部長 現在檢察中長 現在很多的地方的檢察首長 都已經密集開會 密集開會早就針對鄭文燦了 對 大家來看這個賴總統 他的講話 不分黨派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他已經第一個 把鄭文燦的案子 先當成是非法的 涉及非法 對 只要涉及非法 檢調都應該要查辦 他講這個話的時間地點 都非常的特別 他去參加一個告別室 然後總統立臨場所 你竟然可以擔家賭麥 我們以前跑總統府的時候 都只能喊 總統 誰在那邊喊 偉安呢 對 他竟然可以這麼進來賭麥 賭完麥之後呢 全 對 這個獨家 最後大家都有了 你知道黃創下比我高 黃創下比我壯 他以前也跑去 這個以前李登輝總統 他也是跑去 走走走走 你知道當時的特勤人員 只是先進去判一下子 黃創下這麼高這麼壯 你知道他飛出兩三步耶 人就飛了 所以呢如果不是賴總統 要來講這些話 你覺得記者問得到嗎 這已經到了內衛區的內衛區了 仔細看下面還有一個麥頭 所以呢如果不是要講話的話 你怎麼喊 理都不靈敏 信都信不去 對 上車下車跟你說再見 但這個東西他特別要告訴大家就是 涉及非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你以為他只是自視的一個回答嗎 不是嗎 不是 他是一個東風吹戰鼓雷 告訴大家 來 我第一刀殺向鄭文燦 所以那個號角響起 對 已經要把他給殺下去了 你看喔 這次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就是一個司法案件 你講了嗎 誤網誤眾 你 桃園地檢署 你有需要連續兩次當庭抗告嗎 你就是讓案子去走嘛 我們先不要講他之前 實案竟然可以變成活案 活案之後可以變成如此順暢 你丟給他去好了啊 你有看到一個地檢署 從上到下 從檢察長 到檢察官到主任檢察官 全部動了起來 當庭抗告 你知道嗎 桃園地方法院跟桃園地檢署 合署辦公啊 大家感情以前都是非常好的 你今天竟然為了這件事情 一而再 再而三 一直想要把鄭文燦給壓進去 如果沒有壓進去 他事不罷休 你覺得五百萬交保 再加七百萬變一千兩百萬 你覺得會挺嗎 我覺得一定不會挺 以這種打法來講的話 桃園地檢署一定在抗告 一定要把他壓進去 現在當然很多人都把焦點 放在檢察官陳嘉義的手上 而且就把陳嘉義過去的 這個所謂的問題都給挖挖了出來 跟你說不是 不是一個陳嘉義 今天他的主任檢察官也出來的 他的檢察長也在背後的挺他 那是一個桃園地檢署 從上到下一致的行動 今天要辦鄭文燦來講的話 不是陳嘉義可以 一定是從上到下 包括是陳嘉義他的主任檢察官 他的主任檢察官上面一定還有誰 一定還有他的相約檢察官 相約檢察官上面一定是誰 還有檢察長余秀端 這件事情也不是余秀端 他自己可以決定的 一定還有他的檢察總長 等於我們說檢調一條邊 現在來講就是陳峰握著這個檢調那邊 第一邊甩下去 打到了誰 打到了鄭文燦 而鄭文燦這個來講的話 恐怕不是臨時起義 他的案子已經成績這麼久了 經過四個檢察官兩次簽檢 這種案子竟然可以復活 那表示說一定有人要讓鄭文燦死 所以剛才講的 很多人把焦點放在陳嘉義的時候 你都完全不對 因為剛才講的 今天他的主任檢察官是陪著他 而且他如果今天沒有收押禁件的時候 他的主任檢察官也是非常沮喪的 而且這個主任檢察官 湘悅檢察官 還有他的檢察長余秀端 再加上德哈局長陳埋利 再加上法務部長鄭平先生 再加上檢察總長 邢泰昭 你說這是一條邊 而且更重要的是 原來在賴清德手上 早就有一個綠能掃黑素碳專案 這個綠能掃黑素碳專案 這些人早就已經密集開會了 對 這個素碳掃黑密集專案 那個專案什麼時候開會的呢 其實就是在賴總統 賴先生當選總統的時候 還沒有就任之前 從他當選到520之前 就透過了所有的八大情治單位 包括國安局 包括憲兵 還有警政署 所有的單位密密麻麻 全部把它進行一個大清例 所以清理出來之後 雷達掃完之後呢 說了誰 說了就是他胖周瑜 他最後是被家住意見 查得出來註記 今天有一個獨家的幕後新聞 這個幕後新聞剛剛講的 原來這個八大情治單位 早就已經密集開會了 而且早就做所有人的討論 所有的討論剛剛講是由 國家安全局 國防部的軍事情報局 國防部的電訊發展局 國防部的軍事安全總隊 海洋委員會的海巡署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國防部憲兵指揮署 國防部參謀本部的支通軍指揮部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移民 還有法務部調校局 原來有一個協辦 協辦以後就針對所有人 你過去所有的東西 我要進行註記 而且有一個人就是被註記了 對 誰被註記了 鄭文燦被註記了 然後他被註記之後的下場 大家就已經知道了 從日本飛回來之後呢 直接上門去抓你 而且抓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這有非常大的一個美感 因為前面他的這些送錢的人 都已經被傳來過了 有壓的壓 中寶的中寶 但是呢 他今天到了鄭文燦的家裡面 帶的是什麼 是通知書 這代表的意思 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是非常講究人權的 我今天覺得你某某某有問題 我要通知你來 我可以今天發明的通知書嗎 不可以 因為呢 你是無罪推論原則 我今天至少給你兩個禮拜 你可以去尋求法律預見 你可以去問問看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誰會沒事拿著一張通知書 叮頭 寶傑哥 來 通知書 什麼時間呢 現在 你覺得 而且 這個是不是除息 他剛剛下飛機 對 還在桃園機場 你就拿著通知書 然後你這個通知書 你還不是針對這個所謂的 張三禮事王二馬子 你是針對鄭文燦 曾經的行政院副院長 沒錯 鄭文燦一定沒有想到 今天會遇到這種事情 先不管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違反你的人權 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手上拿著通知書 你的西裝口袋裡面是什麼 一定是鞠票 我一定是讓你知道說 來對 還有另外一張 如果你今天抗傳集拘 你敢用這種手法 來對一個前市長 你先不要講他兩任 桃園市長 他上一個職務是什麼 憲政院副院長 你敢這樣子 趕他弄下去之後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一定是有一個 最高的一個指導人物 一定是來全力支持的 不然你不敢這樣子去弄他 再加上這兩次的一個抗告來說的話 其實態勢非常明顯 以桃園地檢署的KPI來講 就是把鄭文燦給壓起來 鄭文燦沒有積壓的話 這表示任務失敗 你才會看到說 他們一路以來才會當庭抗告 把他弄到這麼死 而且你說中間有個關鍵的人物 余秀端 你說雖然是一個女性的檢察長 可是他在檢察單位裡面 是極為凶悍 我們先來講他的家庭背景 賴總統他的父親是礦工 余秀端的父親也是礦工 余秀端的父親 他是礦工之女 也是礦工之女 余秀端他多神奇 他國中念一念 家裡沒錢讓他念書了 國中沒有錢念書 國藝就休學了 幫媽媽去菜市場賣菜 然後白天賣菜 晚上自讀 最後考上的檢察官 因為他說他不想一輩子 就去工廠當女工 他考上檢察官之後呢 後來經過分發 到了台北地檢署 礦工之女 從國中就休學 最後在台北地檢署 做到香月主任檢察官 所以他是誰的人 他就是邢太昭的人 如果今天真的 剪掉了一條邊要掃下去的話 那就是他了 沒有什麼好說的 他曾經做過一些創舉 什麼創舉 當庭抗告 就是他發明的 他發明了之後呢 他交給了 這一次陳嘉宜 針對了這個聖文燦 兩次當庭抗告 當庭抗告 就從余秀端開始 對余秀端那個時候 辦一個金融的一個大案子 那個時候呢 其實根本沒有機會 把他給壓下來 他直接當庭抗告 因為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這些東西 應該做什麼樣的處理呢 你知道了法院的一個裁定之後呢 你要把這東西 拿回去給你的主任檢察官 給你的檢察長來討論說 我們要什麼理由來抗告 但是他不用 他就直接把他給弄下去 弄下去之後呢 那個時候金融大喝 後來24小時之內 就把他壓起來了 他知道這個好用之後呢 他交了陳嘉宜 所以陳嘉宜才會直接 聽到地方法院 500萬當庭抗告 如果沒有人教他 我不相信陳嘉宜 他有這麼大的一個膽量 如果沒有人教他的話 我不相信他有這麼優秀的功夫 直接當庭抗告 而且剛剛講 你如果去看余秀端 你真是被他非常的佩服 他2005年得到十大傑出青年 其實他是礦工之女 他有自信 我覺得我非常難以理解 他有子班證 紅班姓郎昌 這都非常辛苦 你只要累一點什麼呢 你可能發病 發病的時候那個過程是非常痛苦的 剛剛講說他是礦工之女 礦工之女的剛剛講 他什麼 早上去市場賣菜 下午還要到工廠 去兼職當女工 然後呢 兼職當女工 他17歲年半工半賭 17歲年考上什麼 國中補校 17歲年白天賣菜 17歲年還是國中補校 國中補校半工半年 然後呢 經過他當時還要手術 還把自己的皮障給割掉 把皮障給割掉之後 最後是考上北宜女補校 考上北宜女補校之後 再考上中心法律 也太驚人了吧 他一路上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認識他 他一路上以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刻骨 非常非常的嚴厲 對待自己 他也用這種方式 來對待他下面的檢察官 所以他的評價非常兩極 如果你可以跟著他的腳步的話 那你就一起辦案 他對你會非常非常的nice 如果你不行的話 那不好意思 他也不會跟你客氣 所以從檢察中長到他 生命是這樣子殘酷的對待我 我為什麼要很好的對待你 對 所以呢其實 對他長生命是殘酷的 對 所以不管是在北檢 不管是在桃檢 其實有一些人物 對他來講是有想法的 但是你看他這一次下手這麼狠 那就表示說當他出手的時候呢 一般人是逃不過的 而且這個出手有多可怕 一開始在6號的時候 你看到鄭文贊出來的時候 還滿臉笑辱 還維持他的招牌笑辱 可是今天他就笑不出來了 這個是他交保出來的 交保那個時候金額是500萬元 很快就籌到的錢 所以呢還帶了一個微笑 可是他一定沒有想到 檢方會這麼積極的提抗告 提抗告的壓力 跟提抗告的他的 讓他看到他的這個手腕 他就知道說 檢方就是要把他壓進去了 所以呢變成一日嘴了 已經笑不出來了 因為他知道說 今天加了700萬變成1200萬 不是終點 如果他真的 會再加下去 地檢署如果真的要硬弄下去的話 他最後可以起幾次 無限次 最後搞不好提五度五關 就想把鄭文燦給關起來 有沒有 最近震撼的事情真的非常多 今天早上在台南 你會想像 林士傑他外號叫Tokea 我們都 我不是台南人 我都聽過他的名號 跟他講 市長跟他是好朋友 議長跟他bodybody 他的女兒是市議員 等於說 我跟市長 我跟議長 我的女兒是市議員 我的朋友這麼強的靠拆 現在居然有人敢動他 跑到他家的附近 趁他要去爬山的時候 我根本就知道 你所有的行動 哪有的對你連開八槍 而且中間有三槍 針對你的胸部 是致命的傷害 這也太可怕了吧 我們先講林士傑是誰 林士傑是台南的一號人物 之前88槍有沒有他的趴 有他的趴 政府議長選舉 他請了國民黨的議員 上車來好意的提醒他 有沒有他的趴 有他的趴 而且他比一個 比一個手勢給他 而且最厲害的是 但是他最後還全身而退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一號人物 他女兒還是現職的 市議員 他竟然在今天 5點40分的時候 準備要出門 要去爬山的時候 他的同事 開車過來 然後把狗籠拿上去 要拿下來的時候 旁邊衝出來一個年輕人 直接往他身上開槍 林士傑第一時間 中槍之後 他是先肩膀中彈 他往下要躲的時候 這個槍手 竟然雙手開槍 繼續往他身上 連續開了八槍 而且這八槍都是哪裡 打他的脖子 打他的胸部 打他的肩膀 反正就是大面積的攻擊 都是致命的 對 都是致命傷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一定要讓他死 而且開完之後就跑掉了 前前後後竟然 沒有超過30秒 你在台南市 而且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地方我們看監視器 你會覺得說就是他住家 我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是在大馬路上 旁邊是旅遊的旅遊的一個旗艦店 然後你看 這個在大馬路 就算是凌晨5點40分 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地方 光天化日 民進黨台南市黨部 就在這裡 對 然後開完槍之後 直接提槍快跑前進 真的是提槍快跑前進 過了一個馬路之後 就把他在旁邊的車子給上去 上去之後就把車開走 開走之後更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過去來講 你這種案子你放完之後有沒有 你一定要第一個 把你的槍當他消失 如果你槍消失了 你就算人被抓到了 這官司有得打 過去來講台北市又發生過啊 我槍我開了啊 你有沒有找到槍 有沒有找到槍 我無罪 他竟然把他的車子 開走之後呢 找到一個停車場 然後把槍放在副駕駛座 放一把火給燒了 你知道 槍還在 槍還在 你知道5點多 你放一把火燒了那台車 就算是凌晨5點 有同學要去上課吧 今天禮拜一了吧 有成運的阿公阿伯吧 這就是他開的車 對 他竟然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把他給燒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他還有其他的人 來把他接走 你一放火 燒起來之後 對面是住宅區耶 我跟你講 阿公阿伯 那不就馬上報警了 一定馬上報警 我覺得搞不好 不用一分鐘就看到 就聞到味道就報警了 那這個時候呢 告訴大家一個美感 你把槍丟在這裡 燒掉什麼意思 我今天來這個地方做案子 我交槍不交人 我告訴你 你抓不到我了 交槍不交 對 他說人跑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給警方一個Sakura 你一定要找這台車嘛 對不對 因為我車停在那邊 我下車去開槍 我最後這台車走 你終究要有一個KPI 終究要有一個績效 我把車還給你 我把槍給警察 我交槍 但過去的美感 我交了槍就不會交人了 這樣 過去都是這樣 你交了槍 你讓警察有個交代 你交槍就不會交人 那他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做到這麼樣的昂箱 你只能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台南真的是個魔幻的毒石 竟然可以這樣子連續開槍 8秒轟了11槍 然後呢 槍槍致命 最後你把槍 跟車一起燒 不是 你到底跟他 有什麼樣的嫌害 你身受 你要 剛剛講你對他開了8槍 從你的頸部 你的胸口 招招之命 根本沒有要他火耶 這個東西直接是要來取命 但是你敢去開林氏姐 我告訴大家 林氏姐雖然他的名字 綽號叫Torge 好像是非常可愛 他已經做什麼 他已經做滾火耶 他是走私軍火 到菲律賓 然後呢 出馬達 然後告訴他 他的馬達有壞掉 再收回來 但是呢 一來一往之間 大逼了槍 就從火 就從海上進來了 所以他是有槍的 他是做這個的 竟然你敢在這個時候去打他 不要忘了 他那個時候 他的司機 就在車上 如果他旁邊 沒有人去把他壓正的話 他司機如果開槍 直接開車 把那個槍手給撞死了 那你也跑不掉啊 所以呢 今天來講的話 大家就搞不清楚說 這後面 是不是有很多 很大的一個利益 不然你怎麼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直接槍槍致命 把他給拍死 不是 有人講的 這個搞不好 我覺得政治上面 不會搞到這種程度 而且政治搞到這種 都不會太刷 所以我才覺得 你其實動這個東西 而且剛剛講的 你後面是有政治背景的 你是有政治能量的 你剛剛講的 你連這個議長的 會選案都辦不了你 你的女兒還是 市議員 就還有人敢對他動手 所以這後面的光電利益 有人在講說 是不是又是光電利益 甚至有人說 會不會又是88槍的續集 沒有上百億 沒有這麼大的一個禮陶 你有需要 在大庭廣眾之下 連續開槍 把他開死嗎 你想想看 就算 就算 他現在來講的話 陰系比較四圍了 他 市長的秉玉 伊丸的 阿伯的 阿伯的 這個東西對他來講 都是很堅實的一個實力 你說 這個東西 你捅了馬窩窩窩 不會出事嗎 一定會出事 因為你真講 今天雖然有很多的 很多名嘴講說 他這個什麼 林世傑是賴系的 他不對啊 因為當時是誰幫他助選的 是黃成國 是洪耀福 都是殷系的大將 甚至 剛才講的 連這個阿勇 阿勇也幫他助選的 對 其實他在地方上面 他可以一路走來 最後變成理事 變成這個余慧的理事長 就是走殷系的路 所以他今天來的話 是不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是不是在地方上面 殷系已經沒那麼少了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槍案 如果今天來講 還是蔡英文 還是殷系的話 你想他有可能 恨死街頭 直接在自家門口被開槍嗎 這時候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台南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說 今天他跟鄭文山的案子 雖然剛剛講的其實 內容上都沒有關係的 對 可是同樣的 當你的大樹倒了 就危險了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可以一起來看 因為他發生時間也非常的相近 一北一南 當你後面的靠山不在的時候 是不是蠢蠢欲動的人 就給你出手了 如果你的靠山還在的話 你看過去這八年 大家風生水起 沒想到靠山一不在 竟然就恨死街頭 好 了解 這個事情我沒想到是說 他現在在所謂的議長 副議長的案子裡面 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代表說 你跟議長一定是有過敏交情 同一條純的 第二個就是 你跟議長的關係也好 第三個 你女兒子現在是台南市議員 這樣的人 而且他也是這樣去的 他也是這個老大 哪有跟他叮噹啦 他 他的我沒意 他跟他做雄蠢欲 都跟大家知道 他跟他做會是 說話也很客氣 你不覺得他有做什麼事 今天黃偉哲有說 說要限期破案 其實那個廖中山這個局長 我們對他還算蠻有信心 這辦案高手 這個辦案的歌手 記得當時他發布 這個台南市 沒人要來嘛 開城開 八九十千 今天八十千 問他才十幾千 他發布的時候 我記得我就講過說 紅骨的這個案子破了啦 各位可能不大理解 兩岸最近這麼緊張喔 對 可是當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抓了很多詐騙 跟弃毒的案件 我們兩岸共同打擊 廖中山就是兩岸的窗口之一 所以他一發布我就知道 這一定黏著 他對面很熟 對 就抓到了嘛 那這個案子 他剛好下個禮拜要退休了啦 他應該是七月十六就要退休 所以黃偉哲市長說限期破案 我認為說那鄰骨塔案要不要限期破案 盧渣案要不要限期破案 對不對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停車場 那個車子停的地方 其實是在碼頭旁邊 買頭旁啦 我故意把槍都擺在這裡了 那你就知道 人不照啊 是不是照啊 對不對 旁邊是買頭 就在碼頭旁邊啊 我跟你說 你看看這個停車場 屁股 旁邊是不是就是碼頭 整個都水嘛 這裡就是碼頭了 就開花 對 安平處理 出港一個手而已 所以第一時間 人在說 台南記者今天也大家都在做嘛 做這件事說 有可能就從那裡桌湯出來 因為車開到那裡 車把它燒掉 但是反而這樣 趁機放在車上 當然放在車上有他的目的了 人讓你抓不到 對 你們就沒辦法去問說 是什麼案件 今天就要抓到人 不是說你為什麼要做 是關修 還是利益 這都有 還是愛情 都有很多嘛 所以他人照 我們這件事 讓你們去拖 讓你們去辦 所以這個問題 我就說 之後局長都要退休了 看得到在這兩天來 這兩三天來 這禮拜它破案 你也就這樣 最後在你 你也問說 這沒有幾百元進去 沒有人會做這種事 不一定 有很多案件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在傳嘛 傳說什麼選舉的事 什麼其實應該都不是 沒有那麼複雜 但最有可能不是光電 就是那個其他利益百負 一定是利益百負平 占比較大得手 不如台南市外的故鄉 發生這個事 你看看 在黃市長起來 一二載載二三就對了 如果請到去年三月十四 你回到台南 你說什麼 請到那 你說我身為台南市的老市長 我非常會痛心 我們民進黨現在 香港變成黑金的代表 你們這些議員立委 屁股幾隻毛 台南市民都在在的 所以你要打擊黑金 如果要打擊黑金要破案 不是只有破凶殺案 對不對 太陽能光電那麼多案 我們辦一件而已 土力九十一用 那不是你的 淫來那是創英文政府辦的 你會淫來後面還有那些案 你們有要辦嗎 不可以只辦一件 不可以只辦電文餐 只要倒政 我們就開始幾個案 三輩